7月30日 週日上午10點鐘 第39屆金山灣區華人運動大會分裂式 在南灣Cupertino高中隆重舉行 今年是疫情解封之後的首次華運會 現場人頭攥動 人山人海 大會分裂式更有多達103個隊伍出席 首先是美國國旗和中華民國國旗旗隊入場 正式拉開了第39屆華運會的序幕 華運會今年是第39屆了 多年來的成功舉辦 凝聚僑胞力量 少不了各界主委的辛勞 旗隊之後首先出場的就是歷任主委方隊 之後走分裂式的隊伍是中華民國駐舊金山辦事處 小狀元教育學院 小樹苗蒙特利學校 隊伍中不乏有坐著推車的小朋友 第二代 第三代同場走分裂式 讓現場充滿了熱情與溫馨 除此之外 國慶委員會 季孔委員會 國民黨奧克蘭分部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全美中華婦女會等多個組織 多索大學的校友會 灣區政界 商界 僑界 103個隊伍浩浩蕩蕩走過主席臺 特別有意思的是 喬教中心志工團隊伍中 還有一隻身穿連體衫的狗狗 讓人忍俊不盡 華運會歷任主委在主席臺對面點燃盛火 在北加州臺大校友合唱團的歌聲中 美國國旗和中華民國國旗冉冉升起 在湛藍的天空中迎風飄揚 今年連任的第39屆華運會主委王晉德首先發言 向來賓和各界主委和義工們表示感謝 華人運動大會本著全僑健身的精神和宗旨 我們鼓勵所有老青 中 幼的所有僑胞們 能夠共同參加運動會的活動 藉此我們這個平臺不僅僅可以讓自己的身體更健康 也可以藉著這個平臺讓所有的台灣的僑界鄉親們 手牽手 新年輕 凝聚我們僑心和力量 為僑胞服務 支持我們國家 在前一天剛剛風塵仆仆 趕到灣區的中華民國僑務委員長徐家青 不顧旅途勞頓 也到現場駐政 我想今天在台裔及華裔的所有成員參與之下 After Pandemic 我相信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那大家透過這個文化體育的活動呢 再一次凝聚大家的能量 而且我們也鼓勵大家不只是有在 自己的這個台裔華裔的社區裡面 還能夠進一步擴大到其他族裔 邀請包括日裔 韓裔等等的 所有美國移民的社會 大家都能夠一起join 透過運動 透過文化的方式來進行交流 這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當天進行分裂式的場地是Cupertino High School Cupertino市長魏弘專程趕來參與盛會 這不但是對華人社區好的 對我們的Cupertino也是非常好的 你知道大家在家裡待了三年 都只是在Zoomers 見面 現在能夠出來大家一起跳舞 一起舞獅 一起parade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們的社區 是非常好的一個鼓勵 你知道我們就是讓我們自己的身心 能夠健康 當天受邀出席的嘉賓還有 駐舊金山台北經文處處長賴明奇 前處長馬忠林 喬教中心莊雅署主任 Santa Clair County Supervisor李周曉 Fremont市長Lily May 市議員邵陽等等 分裂市結束後 激烈的靜走拔河比賽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第39屆華運會分裂市 有超過5000民眾參加 與會的多位嘉賓 也對優勢的參與報道 予以肯定和感謝 Thank you to you channel for providing all the wonderful viewing that's important for our families for our businesses and for our lives 我非常感謝 you channel 報告我們社區的活動 讓我們華人的社會呢 能夠大家彼此支持 彼此知道對方 我在這裡 再次的謝謝優勢電視台 給我們這麼一個幸福的 在美國有這麼好的 一個傳播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分享 我想在一個 這個非常重視資訊的時代 那優勢提供了一個平台 讓大家有機會追求真相 非常好的一個開始 謝謝